接著就到2014年的第12題 我們現在就會有兩個matrix M和A M就會是k-1k10 A就會是1p-11 其中我們的k和p是實數 而且p是不等於1 partA1叫我們找回A inverse in terms of p 我們有A就會是1p-11 1p-11 所以determinant of A就會是1加p 所以A inverse就會是1over1加p 乘回主對角會翼就是11 非主對角會有一個負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以把1加p放進去 就會是這個樣子 1over1加p 1over1加p 就是這樣這個就是a inverse 這個就是我們的partA1